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在地的大小事 包括基层艺文活动 公益宣导 以及地方人文特色等等 其中台北系统 常德万象力冠有线电视 更获得各区公所颁发感谢状 肯定中加宽平 对社区的贡献 不管是大同区的 烈烈大道城 还是中山区文昌宫的 祈福活动等 深具在地特色的基层艺文活动 还是各区举办的成年礼活动 新一名成长课程 甚至是防训期前的 区里防灾演练 中加宽平地方新闻记者 深入地方报道 让社区民众以不同视角 看见地方的人文特色 也因此获得各区公所 颁发感谢状 肯定中加宽平 对社区的贡献 我想中加宽平 在社区里面 帮公所做了很多很多的 公益的宣导 那对于社区的各项的政务的推行 还有社区的走读等等 都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宣传的效果 那也特别的感谢我们中加宽平 对于公所的协助 那也希望未来能够持续的 跟中加宽平做合作 那希望我们社区的各项的活动 都能够放大它的效益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 政府的一些作为 让社区更加的活络 其实有线电视设立的最初中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媒体 那所以我们就是说 关心区里大小事 那我们的地方新闻呢 除了每日报导各区的这个地方事务以外 同时我们也透过地方走读的 这个特色新闻专题 去深入每一个区里 报导它的地方人文历史 还有这个专题活动啊 地方议题等等 那我想这次我们也很高兴 就是这个区长 我们的报导 受到这个各区区长的这个关注 那也颁发给我们感谢 让我们其实是得到很大的鼓舞 有别于全国性的媒体 有线电视系统 与在地有着深刻的连结 中佳宽评旗下有线电视系统 透过制作优质的新闻 以及专题报导 充分展现地方媒体特色 未来中佳宽评 也将以行动与热忱 持续深耕在地 提供更多元面向的高品质节目 成为地方资讯的传播者 以及在地文化的推动者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进入秋冬季节如何因应 新冠病毒和流感 以及肺炎链球菌等 多重疾病的危险呢 医生特别呼吁 高感染风险族群 可以透过疫苗接种 和戴好口罩来保护自己 在边境开放 流感提前报道等不利的因素下 医师指出 民众要盛防新冠病毒 流感与肺炎链球菌的合并感染 所引发的肺炎与并发症问题 那今年今年有两个不利的因素呢 一个就是流感找到 这代表今年会大流行 另外一个目前的行别呢 是A型 每一年来的行别 可能是A可能是B 那可能是A A还分H1跟H3N2 那如果那一年是H3N2 那一年一定会大流行 因为H3N2的突变速度是最快的 而且H3N2的致变率是最强的 就是得到H3N2重症的发生率呢 是B型的1.5倍到2倍 而是H1N1的差不多也是1.2到1.5倍 所以今年流行H3N2不是一个好现象 那代表今年的流感会变得比较严重 因为流感分A跟B A又分H1N1跟H3N2 那他们的突变速度呢 是H3N2最快 第二名是H1N1 第三名才是B 所以当H3N2回来的那一年 就代表这个病毒已经突变很多了 所以呢 你以前打得过的那几次流感都失效了 你以前打的疫苗基本上也失效了 所以那一年的H3N2呢 重症跟死亡人数就会增加 而且H3N2有一个特点就是 一般流感是死亡 大部分是成年人老年人 小孩子几乎是不会死的 如果流感那一年有小孩子过世的话呢 就是大年 就是那一年是严重的 那通常是代表是H3N2那一年 才会有小孩子过世 所以反正 以前的经验告诉我们说 你看到H3N2那一年 你要特别小心 你一定要把疫苗打好 而且今年的好消息是 今年的疫苗是有猜对病毒株的 就今年的疫苗里面 H3N2是猜对的 所以你今年的去打疫苗呢 你的投资报酬率会更高 今年不利因素 第一个就是病毒来得早嘛 九月就来了 第二个来的是A 而且是A里面的H3N2 所以这是第二个不利因素 第三个不利因素是 我们要开国门 开国门其实是一个 最大的不利因素 因为以前锁国门的时候 流感是进不来的 流感的潜伏期很短 你一旦不让它锁七天 流感大半就进不来了 所以今天第三个是开国门 第四个的不利因素是 我们都已经防疫疲乏了 大家都觉得疫苗打太多了 有一种厌战的心理 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要 要把大家的厌战的心理去除 所以你还是要为了自己的健康 而且为了家人 为了朋友 还是要把疫苗打好 李沁云儿童感染 继疫苗发展医学文教基金会 董事长 也是台大小儿感染科的 主治医师黄立民 与台湾胸腔剂 继重症家户医学会理事长 王赫健医师 以及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 理事长黄建宁医师 特别提出三房四足 三房就是预防新冠病毒 流感病毒及肺炎炼球菌 四足则是特别提醒慢性病患者 尤其是糖尿病 与烟枪族 外出族 以及65岁以上有慢性肺病 曾经确诊过新冠的民众 要积极跟医师咨询疫苗接种 来做好预防措施 其实我们肺部的一个很重要的 评估的指标就是肺功能 当然我们这些慢性肺病的病人 有些人的肺功能已经受损了 所以他对于这些感染 不管是病毒感染 或是细菌感染的 造成的伤害就会很大 那我们很多理事长看到 这些肺阻塞的病人 他的肺功能已经 比正常的来得差的时候 他得到一次的感染以后 他可能需要半年才能恢复 所以这样对病人的生活品质影响很大 同时他也增加 他呼吸衰竭的危险性 那这些病人得了以后就会 因为呼吸衰竭进到加护病房 那死亡率就会很高 那在这个COVID-19的流行的 这个状况之下呢 其实我们这些高风险的病人 我们都很早就已经 不管是我们在我们的临床指引 或者在这个大众媒体上 都有去宣传说 这些病人是要第一优先去打 这些COVID-19的疫苗 但是不要忘了在这个秋冬季节 或者我们今年的这个可能会大流行的这个流感的状况下呢 这些病人也要早一点去打 那我们的病人常常教育他 他们可能就在10月1号一宣布就打了 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这些病毒感染以后呢 常常激发性的细菌感染是以肺炼为主 所以我们肺炎链球菌的这些疫苗呢 也是需要很早的时候就要告诉他们要去施打 尤其在这些高危险的病人 那我们现在不管是流感或者是肺炼疫苗 都是蛋白疫苗 或者是多糖体疫苗 那它这个是比较稳定 而且它产生了免疫的这个作用呢 是比较不会这么 不像我们这个mRNA疫苗 是比较新的疫苗嘛 所以产生了非常多的 打完以后的一些反应啦 那传统上我们打这个流感或者是肺炼呢 其实一手打流感一手打肺炼 同时打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就可以知道它产生的免疫的这个强度啊 不会这么激烈啊 它是慢慢慢慢产生的 所以有时候这个 比如说我每年都打流感啊 对那打上去也都还好啊 糖尿病患者基本上如果学堂没有控制好 或者是有合并 其他的慢性标发症或者是共病的话 基本上他们的抵抗力免疫力 都是比一般没有糖尿病的人是要比较低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是我们的所谓的适去性的感染 这个肺炎面球菌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染源 所以我们呼吁有糖尿病的患者 在他的一生当中应该要打满打好这个肺炎面球菌的疫苗 就是目前已知所有的呼吸道病毒里面呢 会并发细菌感染 最有的两个病毒 第一个就流感 第一个就呼吸道融合病毒 那这两个病毒呢 已经被知道说他们并发细菌感染的几率是最高的 那甚至他们呼吸道融合病毒跟流感是不相上下 那今年两个都同时流行呢 就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因为这两个病毒都会变发细菌感染 那变发细菌感染来讲呢 最常见还是肺炎面球菌 所以今年就是这些都要去防患 我们一直讲口罩是要戴到明年春天的 口罩是不太适合太早拿掉 因为口罩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一个防疫措施 而且最便宜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口罩戴好 面对病毒可能合并感染的风险 医师呼吁高感染风险族群 主动与医师讨论疫苗施打 并戴好口罩 以安然度过疾病的威胁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是血癌的一种 资料显示近年来确诊人数持续增加 短短4年内就成长1.5倍 10月是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紧绝月 医生提醒民众如果有疑似症状出现 千万不要延误就医 稳定服药5年内存活率高达9成 42岁黄先生十多年前 因为肚子硬硬的就医检查 确诊为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他当下非常慌张 透过医师治疗稳定服药 从20几岁的年轻小伙子 成为如今四个孩子的爸爸 生活如常家庭事业都未受限制 就是走着走着我就按压自己的身体 就觉得说奇怪 我肚子怎么硬硬的 结果就说 因为我本来在大陆工作 所以就赶快回来台湾说 赶快做个检查 结果就医师就安排检查 说我的脾胀肿大 就是种的比较大一点 所以他说奇怪怎么会这样 所以就转成说 是不是怀疑说血液的问题 所以就检查说 血液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想到 真的因为本来我们传统就是说 白血病就是骨髓移植 就是很痛 什么化疗 对不对 头发掉光光 对啊 所以也是没有想到说 还有因为 医师有跟我讲说 慢性跟急性的问题 那我这个是属于说 慢性 补学性白血病 所以说用 吃这个标靶药 就可以控制 血癌对国人的威胁 持续上升 不仅108年新增达到约2500位患者 108年更成为我国男性 第九排名的好发癌症 且研究显示 超过六个月以上才治疗的患者 五年死亡风险多一成 那我们在台湾的话 这几年来的这个 资料的统计 如果大家从民国99年 到前两三年 108年 可以发觉说 整个白血病 其实就是血癌 其实是在增加 那增加的数目 真的还蛮触目惊心 从99年 一年大概发生 1800例的同胞 那到108 已经到2600例了 那10年来 竟然增长了43% 所以血癌 真的是我们国人 需要注意的疾病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是说看 在男性的话 在几年前呢 这个血癌 在男性是第十位 那到108年 它又增加到第九位了 所以也不是只有 大肠癌 肺癌这些威胁 等于血癌 在男性的也是一个威胁 已经到第九位了 要很注意它 那到底血癌 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大家当然是 痰癌色变 那基本上 如果大家看这个图的话 就是我们 像是我们骨髓的 一个湿浴图 那这些有一些 弯弯曲曲的 有各种形状 反而是好的细胞 因为我们的白血球 各种各式白血球 所以当然 形状不太一样 那但是呢 今天这个血癌细胞 它是一次性的 就红红的 就是代表它很 很厉害 很会清洗 那如果是 再更多的话 就是 血癌的数目 就增加起来了 那所以 当好的细胞 就没有办法 去作用了 这就是血癌 好 那血癌的话 其实可以分四个种类 有极性淋巴性 慢性淋巴性 极性骨髓性 那今天的主题 是慢性骨髓性血癌 那听到是慢性的话 以为就比较OK 但是其实 还是会致命的 那整个的慢性骨髓性 白血病 我们可以看这个 示意图 它大概占所有的 前面讲过四种血癌 大概占17% 也是有相当的比例 但是主要是 这个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其实在过去几年来 四年来人数 也增加了1.5倍 刚才也是讲到 全部都在增加 而这个它也是在增加 麦性骨水病排水病 它其实是染色体 第九对跟第二十二对 形成不正常的一个基因的转位 我们叫做废城染色体 因为当年是在美国的废城 首先发表 全球发现的这个致病的这个染色体 这个基因 那就是第九對染色體有一段斷掉在這個地方 第22對染色體上面的斷掉了 那兩個接起來 這個異常的基因 異常染色體的結合 讓癌細胞不斷的生長分裂 那產生了今天所謂的慢性骨髓性的血癌 那我們當然國人會很想說 那我們怎麼樣去知道說 我們有可能得到這個疾病 所謂慢性骨髓性血癌 那它當然有時候是不是那麼有特異性 就是當然很多病友會疲倦 那有些可能會稍微的發燒 那有些貧血的症狀 那體重莫名的減輕 那一個很特別的是 它常常會皮脹腫大 這個是這個疾病比較常見的 但是我們病友怎麼知道自己有皮脹腫大呢 因為不會觸摸 那一個方式就是說 如果你腰圍褲帶怎麼越來越大 但是人其實是減輕 你可是怎麼腰圍褲子穿不下 其實有一點就是相當這樣的警訊 那首先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這些壞細胞一個原則就是要除二勿盡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些不正常的細胞 能夠把它消滅掉到越低的狀況 這時候就是監測不到 那這個治療效果一定會非常好 然後就不會變成急性血癌的變化 然後變化的治療效果越好 它的存活跡越長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追求最深的一個分子治療的一個反應 然後第二個來講的話 有這麼深的治療反應在臨床上的重要性是怎麼樣 那大家可以從這個表格 只要你治療的深度越深 它之後惡化機會就是沒有 如果你治療的一個幅度雖然有進步 可是不理想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還是有蠻高的機會 會變成急性白血病 然後一旦到急性白血病 這個治療上就很棘手 然後常常如果沒辦法做幹細胞移植 這些病人大概沒辦法長時間的存活 然後目前來講的話 理事長剛剛也跟我們說 這個疾病分為三個時間 有慢性期、加速期跟急性期 中間有一個最重要的核心的藥物 也就是標靶藥物 所以如果在慢性期早一點診斷 我們用標靶藥物 絕對不會病人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可是一旦譬如說我們延緩 或是比較延誤治療來講 進入所謂的加速期跟急性期 除了標靶藥物之外 那這些病人就要做所謂血液幹細胞移植 然後治療過程就會比較辛苦 所以我們治療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們希望能夠在最早期的慢性期 就診斷出來就開始用很好的藥物 然後持續用好的藥物 達到很好的治療效果 之後就不會到所謂的加速期 或是急性期 另外也有醫師提醒 病患的用藥穩定重要性 切勿擅自停藥 一切必須遵從醫主 門診中就有許多不當的停藥案例 我在提另外一個也是個 比如說是年輕女性 她也是罹患這個疾病 那她當時用 B帶用藥控制很好 但是過了一陣子 突然她繞跑 聯絡不到 我們個案關係的治療 好像一點都不到她 但是她停藥的那個 她沒有來看病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分子 身份已經達到測不 幾乎測不到了 然後大概過了一年多 她抱一個Baby來 嚇一跳說 你原來去生一個Baby 她就是停藥 她想說治療恐怕會對懷孕不好 所以她就停藥 然後去生個小孩 但是Baby抱來的 一個月之後就轉成急性血 因為已經一年都沒有吃藥 那她轉成急性血 之後我們用第二代的藥 控制很艱難 控制不太下來 背後要打正式的化學治療 頭髮都掉光 後來還是勉強靠著補血一直 救了她的命 所以就是說 如果要停藥 特別是大年輕人 如果真的是得到 有希望能夠生育下一代 可以跟醫師好好的諮商 男性沒有影響 女性的話 可能略有一半會有影響 但是我們可以用其他的藥物 暫時比方說暫用干擾數 那這樣來讓她懷孕成功之後 再來重新用藥 那尤其在現在的時代 如何教授所介紹 其實如果到了完全測不到這個基因的話 經過個良好的觀察 也有可能可以停藥的契機 但是這個部分一定要跟我們醫生們 好好來配合 然後這個血癌 非常緊張 非常擔心 所以一開始的用藥習慣非常好 非常規律 然後那時候治療效果也很好 然後分子生物也非常深 那大家都很高興 可是一段時間之後 就開始輕哭了 因為她覺得她身體跟其他人沒有不一樣 那假如說吃藥是不是有點麻煩 反正我都好好的 所以她就即便我開藥 她就是沒有吃藥 然後我怎麼會發現呢 因為我們會定期的去追蹤 會追蹤所謂分子生物的一個效果 我發現越來越差了 那大概未來越差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藥沒有好好吃 第二個真的有一些非常頑固的一個壞細胞跑出來了 那這時候非常麻煩 所以在經營友我拷問之下 她總算回答說她沒有好好吃藥 那這時候就再次跟她提醒說 一旦變成加速期變成急性期 我想這如剛才理事長有提到 這些病人大概就沒辦法 只有不要把藥物還要做化療 甚至做移植 很辛苦 所以就請她好好吃藥 然後又過了三五個月 她又恢復到很好的狀況 到現在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都很好 所以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有好的藥物 而且不需要自費 這個自費藥物非常非常貴 可是我們有很好的健保制度 只要這個診斷就可以使用 包括第一代或第二代 那當然這邊我要提到 第二代的一個效果是更快更好 然後剛才我想理事長也提到 有些人在治療很好很深 又很久的狀況下 是可以評估停藥的 那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力 只要我們具備好的條件 在醫師的一個評估之下 甚至有些人如果要做懷孕 或是停藥來講的話 只要能夠專業的評估 在停藥的過程中嚴密的監控 那我想這絕大部分病人都沒有問題 如果不是在這樣的狀況 請務必請務必一定要固定的吃藥 固定的時間 定期的血液的追蹤 面對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治療 持續規律的用藥是疾病控制的重要關鍵 能在早期控制就無需走到移植這一步 切勿因感到不適或各種原因擅自停藥 才能與疾病長期和平共處 也有機會走向不再服藥的生活 記者王宇俊 台北報導 HomePlus中家寬評 在地影像賠利與針見計畫開始囉 即日期到12月15號為止 豐富獎勵 能你來拿 詳請請假中家新聞FD粉絲團 或掃描針見減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 不斷被轉傳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 都很緊張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 消息的婦人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 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記的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的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刑事警察局日前接獲勤資有包裹以襯衫禮盒為品項 但是襯衫不是名牌卻大費周章 從國外寄出非常可疑 拆開禮盒後發現裡面居然夾藏第三級毒品凱他命 警方將裝著襯衫的禮盒拆解開來 再用菜刀將禮盒底部的瓦刃板切開 從瓦刃板縫隙刀出白色的粉末 就是第三級毒品凱他命 刑事局偵查第三大隊日前接獲勤資 有包裹以襯衫禮盒為品項 但襯衫並非名牌卻大費周章從國外寄出 讓警方覺得極為可疑 這個熔布盒這個要拆解整個包裹要拆解開來 我們也花了相當的工夫才把它拆解開來 那我們是發覺說它禮盒周邊的材質跟底部的材質不同 而且重量都在底部 所以我們才會決定來拆解這個禮盒 而且它黏得非常死 一定要破壞這個禮盒的本體 才有辦法拆出來 好 看到這切開來之後 這個毒品就不斷地從網路板的縫隙裡面倒出來 本案我們是在9月初 我們接獲線報指出 有這個護法的跨國運毒集團 企圖以這個襯衫包裹 襯衫禮盒的包裝 從國外郵寄毒品進入國內 掌握消息之後 我們立即跟官務署合作 透過大數據的分析之後 找出一個從德國進到國內的襯衫禮盒 非常可疑 因為這個襯衫的價值不高 卻遠從德國坐飛機來台 顯不符合常理 那於是我們就開箱檢驗 才發現這個跨國運毒集團 他的手法非常的精細 他將相關的凱他命毒品磨成細粉末之後 裝入禮盒底部的瓦嫩板 他把瓦嫩板切開之後 將粉末填入 然後再縫合 那上面再貼熔布 等於說外觀看起來都是一個完整的底盒 那企圖 這個干擾還有防止警方發現 那磨膏一直盜告一丈 我們警方發現這個包裹之後 立即將這個包裹拆解 果然在他底部的瓦嫩板 起出了相關的毒品 總共是第三級的毒品凱他命共3012公克 那市價高達460幾萬 那有查獲這些毒品之後 我們就準備要來抓犯嫌 那在派送過程中 其實這些國內的接貨集團 接貨的不法集團 也是在跟警方鬥志 我們先預設在新莊地區本來要派送 沒想到這個國內的不法集團 他運用我們時下多元計程車的多元服務 就是我們代客送貨的服務 由不知情的計程車出面來領取 該批獨油包 而且不斷的變更這個寄送地點 意圖擺脫警方的警力部署還有跟蹤 那所幸我們後面還是掌握先機 知道該批包裹即將在台北市萬華區西原路一帶來交貨 我們有火術會同台北市的警方 最後在西原路即時攔截到這一批四百六十幾萬的毒品 那由於他這個加長手法比較特殊 而且是國內首見 那顯微這個國際運毒集團 所研發出的這個運毒手法 所以我們警方非常重視 那我們也調查發現 那這一群在國內收穫的不法集團 是我們國內萬華地居的老角頭 那我們發現這些角頭為了要謀利 也跟國外的這些制毒集團 還有運毒集團來做掛鉤 來謀取暴力 而且他會應對國外跟國內相關法令的不同 來謀取暴力 比如說他凱他命在比利時在荷蘭是合法的 在國內卻是三級毒品 他價差是高達三十倍以上 藉此來謀取暴力 那我們所幸在關口就攔截到這一批毒品 也防止這一批毒品在國內銷售 來毒害我們民眾 警方逐一減開禮盒 共起初高程度之凱他命 共三千零九十二公克 由於黑幫集團會利用各國 與我國管制法令的差異 自相關高風險國家 夾長毒品包裹進入本國 警方也將持續展現茶器毒品 打擊黑幫犯罪集團之決心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將10月10號 定為世界心理健康日 每年針對不同主題 或是不同對象的心理健康 進行倡議 台灣心理健康聯盟 也聚集62個單位響應節日 呼籲心理健康人人有權 期盼公司部門齐心合作 分享疫情下 對心理造成的影響研究 疫情之下 心理健康是除了身體不施外 需要被重視的議題之一 台灣心理健康聯盟 在世界心理健康日前夕 發表盟友研究 邀請立委關注相關 期盼公司協力 逐步將心理健康普及全民 我想在我們上個會期 那個我們委員會也在修 這樣的一個精神衛生房 我也很期待這個會期 大家趕快各黨團 可以來協商 能夠讓這個心理 心理衛生房能夠趕快過 其實社會社區安全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其實每個人的心理健康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因為每個人現在的社會 壓力實在太大了 每個人都有壓力 在心理健康的這個領域上 我們也推動了非常多的事情 包括說長期以來 上次心口師其實 大家也希望能夠獨立沉思 我們也終於爭取到在今年 確實讓他能夠分架 讓他能夠心口各自成熟 因為我們也看到 心理健康的一定越來越重要 包括說還有從我們過去 從精神障礙者的照顧上面 過去絕大多數 比較把我們的資源和能力 投入在醫療方面 那當然除了醫療之外 其實有非常多的部分 都需要再往前推進 像上次社會實施的系統等等的部分 這部分其實我們也是在立法院裡面 這一屆率先提出精神會審法的修法 還有包括整個審議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是全程參與的 那雖然現在目前還沒有進入到三股 但我們很期待 能夠在這一屆 甚至是在這個會期 就能夠讓他順利通過三股 因為我們知道 在大家對心理健康的認識 其實是越來越精進的情況下 但我們的法案是十幾年沒有修了 其實必須要與時俱進 過去我們固執的部分 必須要來把他補足 然後另外還有像是 我們也是成功爭取到 在這個長效爭執的部分 其實是能夠讓大家能夠比較 有一個穩定的不要心 或順從性的情況下 其實也很需要我們政府資源的支持 那也非常感謝 為福部這邊投入相當的預算來支持 支持這個長效爭執的部分 所以這也是我們持續爭取到的 最非常高興今天能夠出席這場計程會 還是希望能夠再起喚起更多的政事 然後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想這是每個國民都可以一起來推動的 光是讓大家願意看到心理衛生 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過去因為長期的污名化的關係 可能有時候覺得心理不太健康 他可能不好意思去糾正 或是不好意思尋求資源 其實這正是一個不好的狀況 其實必須要能夠面對自己 心理上的健康與否能夠有所意識到 才有辦法更進一步的 來讓自己變得更健康 從預防到剛剛講的不管是學生或剛剛 長時間有長照的一些 我們像一些病友 心理健康等等太多太多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追隨各位 在今天這麼一個實驗室之前 這麼有意義的一個記者會裡面 中央我想我們會持續的 來跟我們所有的協會做一個好的配合 就剛剛說的有意義的事 各縣市衛生局也響應心理健康日 各民間團體也分享 疫情下民眾心理健康的相關調查報告 我們在台灣香港跟巴基斯坦 一直到今年的9月20號 我們累計的這個統計 其實在這三個地區 真正的感染的比率是差不多的 都在31%到33% 但是如果我們特別把其中 台灣的資料湊出來 那我們就去做了在裡面 我們一直在追蹤的有關於 他們是不是會發展變成中重度的憂鬱 那就中重度的憂鬱上面來講 你就發現說這些感染者 其實他確實大概有15% 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那這15%他們就在整個的心情上面 出現非常大的變化 同時我們在另外一個 教育上的量表也是 大概這15%的人 真的他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那在這一步我們想要看一看說 在一些性別年齡有一些 他真正我們想知道的 是不是有一些相關的這些背後的因素 那我們在分析完以後 就發現說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是 如果他的學歷是在高中指寒以下 那其實會變成這個中重度的比率 各位可以看到其實到達70%幾 我覺得事實上是真的在社會的弱勢 特別是教育程度 我們並沒有特別收集他們的經濟收入 經濟的這些背景 但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學歷如果在大學或者是研究所 他們會發展變成這個中重不憂鬱的比率 大概只有25%左右 但是在這個教育程度比較低落的 真的他們受到的這個衝擊這樣這樣的大 那當然我們並沒有特別再去做 非常多背景的最終 有可能是因為他的經濟上受到的衝擊 有可能是他的生活受到衝擊 那有可能是他的這個家庭 那這個家庭裡面有一個蠻有趣的 其實我們有觀察到在今年的8月到9月之前 從5月開始就有很多孩子必須要遠距學習 開始有很多的行業開始要遠距辦公 那這個其實會跟去年跟前年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去年跟前年 畢竟感染的人數還是不是太多 那今年其實是以幾萬個幾萬個 每天一直在累加 那就發現說這些在比較的 教育程度比較低落的這些家庭裡面 或者是弱勢的家庭裡面 他們就有比較多的家庭糾紛 那我們也有試著想要去問這些家長 那這些家長就會告訴我們說 他會跟孩子搶同一台電腦 他們會一起競爭這個網路的資源 那一個要上班一個要上學 那他們通常家庭的空間也不是很大 那彼此的干擾非常的大 那所以他們就會在這樣一個情境下發現 他們這種出現情緒低落 或者是出現壓力太強 很大的這個狀況的出現 我們第一個就是可以看到 民眾的心理健康裡面的情緒困擾 前五大的大概有三到四成的民眾 他是可以明顯的感受到不安緊張 壓力焦慮跟煩躁 但是情緒敏感以及所謂的天天害怕 確診者的足跡怕染疫還有關係衝突緊張 如剛之前老師所說的一樣 這個是他們大概有10到20%左右的人 但事實上還是有5%的人 他充滿了死亡的焦慮 還有1.5%的人呢 他們其實是有自殺意面的 那在下一章你就可以看到 那所以從這樣的一個比較是 一般的情緒困擾的調查裡面 進一步去做這個一般我們會做的 憂鬱症的篩檢的話 那我們做出來的比例呢 其實沒有比一般沒有疫情期間來的高 我們目前的比例大概的盛行率 大概就是16.4%左右的 我們用PHQ-9這個所謂的病人憂鬱的量表 可以去測出來他的中重度的憂鬱的情緒 可以到16.4% 但是我們還有剛剛所講的一般的民眾 也就是8成左右的民眾 其實他是沒有憂鬱 所以光用憂鬱篩檢 其實篩檢不出來他們的情緒困擾 那我們就進一步來看看這些人 進來還有一群人士也沒有憂鬱 也沒有幸福感 也就是他們是無感的一個族群 其實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 青少人蠻有那個無感的 但事實上他們很有高風險的危險的族群 那我們看下一張的時候呢 我就用這個下一張 從幸福感的角度可以來看 我們用心理健康DMI三個元素 他可以預測我們的憂鬱 結果就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高憂鬱的民眾在疫情期間反而是多的 也就剛剛之前老師提的這個心理任性 或正向心理健康 我們在台灣這個疫情期間 反而是比較有被促進起來的 那但是呢我們還有兩成的民眾 是所謂的正向幸福感是沒有的 那其中一成就是我說的 他也沒有所謂的憂鬱跟精神疾病 其實就是無感 沒有快樂也沒有痛苦 這其實是我們的所謂的 心理亞健康的族群 那另外一群是所謂的 等一下會看到就是比較多是所謂的 可能是有精神疾病的民眾 然後他又沒有幸福感 那就是更加的混亂 我們就更加的擔憂 所以下一張我們可以來看到的就是 現在我們很希望的就是 不是只是從疾病的觀點去看 我們到底有多少的憂鬱或焦慮的傾向 你如果再用正向幸福感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我們台灣的民眾呢 真正能夠達到所謂的低憂鬱又高幸福感的 是右面右上角 在疫情期間可以高達7分之72.6 也就是七成左右 那我一般的研究是大概只有到六成 那到了這個所謂的這個 剛剛講的既很憂鬱又不幸福的 這個所謂比較混沌型的 其實就混亂型的這樣的人呢 其實他大部分心理最不健康 而且大家特別注意的是 他是20到39歲的年輕族群 然後呢高中執下的教育程度 大部分是未婚 獨居 還有沒有參加任何的 不管是慈善團體 宗教團體 還是所謂自己的個人所屬的團體 然後年收入在50萬以下 那相對的剛剛講 五感的這一群就是 他也沒有憂鬱也沒有幸福的 這一群冷靜型的人 看起來就是我們現在來見 看起來冷冷靜靜的 也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你有11%心理療健康 那這樣的人 五感的人 反而是我們很擔心 因為他一旦有重大生活變故 他就會掉進這個所謂的混沌型 那還有一群就是剛剛講的 情緒敏感又高壓力的族群 或者精神疾病的人 他可以奔戰到有一半 大概有將近一半 6.8%的人 他依然可以在奔戰底下 就很像我們是癌症病人 身體疾病的人 他會更懂得養生 所以這樣的病人 還有滿大的一群人 他們是努力的奔戰而學會今天談到的 人人心理健康的條件 我就可以學會所謂的心理健康 所以在最後一章裡面 我們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下一張 君函再幫我按下一張 就是我們要教民眾怎麼樣子 去擁有他心理健康的條件 而不是我被篩檢出來 然後就送醫 我才能得到我的心理健康的條件 那我們的聯盟有60幾個團體 就是從各個角度在促進這樣子 包括讀書也可以 跟朋友聊天也可以 所以我就推出這個心理健康BMI 三大元素三大條件 那這個其實是世界上的正向幸福感的 心理學的研究 人的幸福感來自於三大元素 一個就是社會的人際關係的幸福感 一個就是來自於自己情緒調節的能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心理幸福感 那如果對照到我們中國人 在講的幸福的定義的話 快樂的名詞你們可以去Google 到底有多少的業績是我們古往文化教導的 其實就是祝人為快樂之本 自主償樂以及自得其樂 所以如果民眾能夠被交會 更大的保有正向的心理健康 其實它是可以跟很大的交易跟憂鬱共存的 臺灣心理健康聯盟邀請關注全民心理健康促進的團體 起居一堂 目前已有62個團體開啟交流討論 期盼透過公司部門合作 制定出屬於臺灣倡議的三面向 預防促進、平等共融、全人、全城、全世代 照顧民眾心理健康、提升幸福感 今年3月本台曾經報導 在台北市吉林路上一處民宅 屋主在頂樓增建出廢墟般的違建 在建管處拆除後不到半年又死灰覆燃 建築物甚至變成了斜坡狀 讓當地里長相當擔心 萬一水泥沙石滑落砸傷人 後果不堪設想 鏡頭拉近就看見一位男子 將臉盆內的水泥徒手挖取 覆蓋在凌亂的鋼筋上 弄成一片斜坡頂般的廢墟 這是在台北市吉林路上的一處民宅 屋主在頂樓增蓋圍建 經里長反映後 建管處派人拆除 但不到半年時間又死灰覆燃 且對比拆除前的模樣 如今景象更加令人擔心 原本之前偽建拆除的地方 就變成一個支架 讓它變成裡面有一個空洞 現在想要把它上面鋪平 而且這個地方比上次更危險 因為它的坡度已經變成一個陡形的坡度 如果上面有些少地震的話 上面的東西一定會滑落下來 所以這現在已經到第二次非常危險的時段 所以如果政府再不重視的話 這個應該訴諸於公眾大家來裁決 到正常這種情形 比我們一般的家庭違建還嚴重 那這個應該是到了公共危險罪了 到正常拆除以後可以待回球場 請相關單位再重視這一塊 因為這個東西它如果砸傷到二樓頂上來下來的東西 一定會產生重大的傷亡 所以希望政府在適當在處理的時候可以重滑 然後到時候請相關單位來把這些東西全部清除 然後再作為球場 因為這個房子的地體還是他們家的 應該是拆除人會用以及拆那個雜屋的清除 就由他們來支護 那政府只是把開單 開立單鏡到最後還可以拆負給他們 李蔣說屋主不斷在頂樓加蓋廢棄物違建 嚴重威脅路人生命安全 萬一水泥沙時滑落砸傷人 後果不堪設想 希望市府能夠徹底解決 不要等出事才來補救 記者臨錫會台北報導 眼見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透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四不一樣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其談關心您 您好歡迎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受到泥沙颱風以及東北季風共辦效應影響 基隆連續大雨造成暖暖街 281項由土石流沖進三戶民宅 基隆市政府連夜將災民撤離安置在飯店裡面 基隆市長林又昌前往慰問並且承諾 基隆市政府會全力救災協助處理後續問題 希望受災戶安心 不怕不怕不怕 你不用擔心 市長在這裡 基隆市長林又昌特別給這位 暖暖街受災戶一個大大的擁抱 安撫他的情緒 並送上紅包壓壓金 住在暖暖街 281項的黃林美佑 回憶當時土石流沖進家裡的恐怖情況 還心有餘悸 甚至忍不住哭了出來 直說太可怕了 我怕了,怕死了 啊、 겁啦 我怕死了 我怕死了 三人都沒辦法 你都沒辦法 我怕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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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整個都沒辦法 我假如跟我們這樣 沒人知道 年齡已經齊了 我怕死了 也要我們家人 Crus 協助暖暖區公所撤離受災住戶的當地暖暖里里長陳建興表示 目前遭到土石流侵襲的有3戶 由於災害發生地點的金如意社區約住有56戶 陳建興呼籲金融市政府加強災後復健工程 維護地方居住安全 對此金融市長牛昌表示 等雨室停了就會展開災後復原工作 針對後方邊坡整治問題 他也向受災民眾表示金融市政府會全力協助 這個都有標準的一個作業程序 我們現在其實今天一大早 也有請國軍的弟兄來做支援 那區公主還有市政府這邊也已經都介入 只要等到這個雨室停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展開相關的一個復原的工作 那因為沖入家戶的這個邊坡 它是屬於私人的一個財產 所以我們後去還要跟私人的地主 來做進一步的一個協商跟處理 除了暖暖借281項3戶住戶 金融市政府10月16號也預防性 並撤離暖冬里紅色警戒範圍的5戶15人 並安置在北都飯店 將等現場安全無餘 再由暖暖區公所人員護送回家 記者張祺藤金融報導 在暖暖街281項 更有3戶發生邊坡土石衝進家裡面的情況 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 也是立法委員蔡世映 立即投入救災行列 邀請基隆市政府相關局處 以及大地技師和軍方人員到災區會堪 尋求後續處理方法 希望協助受災民眾早日重回家園 穿著雨衣 才是因牽著受災戶的手 詢問最急需處理的地方 受到泥沙颱風帶來的豐沛雨量影響 位於基隆市暖暖街281項這3戶 因為大量的土石衝進家裡 以損失慘重 由於雨勢不斷 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 激勵法人蔡世映 立即邀請消防單位 與大地工程祭司代表 到現場會刊 希望阻止災情繼續擴大 誰要先把它解釋 然後我們就 它基本上它這一個 目前崩落的地方大概可以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在 我們大概有一層樓的 這一個後方庭院 這邊有個土石的飛機 再來就是局部的一個 殘流的一個圓塊 還有一些土壤的一個 分化的一個殘流土 在我們撥蜜上 所以輕微有這兩個部分 水先結之後 然後我們開始清理之後 再做後面的一個 促進跟一個撥蜜的保護工作 在大地工程祭司代表說明後 蔡世映也詢問 金融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與軟軟區公所等單位的意見 最後決定先阻止雨水 再滲進邊坡 避免土石繼續滑落 等雨勢和緩 再由軍方進駐進行清理 包括我們聯恩典 聯義燕跟王啟燈 王議員大家都非常關心 這次的災情 那其實在昨天晚上 區公所這邊就已經 非常第一時間 就已經把相關受災戶 都轉移到其他安置的地方去了 那早上其實軍方有先初步來看過 那我們今天來 其實要確認整個的工作程序 那剛才我們的大地祭司 講得非常的專業跟清楚 就是說按照他現在的現場的會刊 因為他在最上方 有含有豐富的水分 他覺得如果沒有先把水流導引掉的話 我們在做災害搶救是徒勞無功的 所以他們的建議就是先做一個 先用那個帆布先把它擋住 避免繼續吐石流 這第一個 第二個等到雨小了之後 大地祭司這邊 會跟區公所的部分 先把上面的這個引流水道做好之後 再交由請軍方來做後續的協助來清理 那這樣子能夠清理完畢 盡速讓我們的受災戶 能夠盡速的回到家園 那可能是要看這兩天雨勢比較小了之後 才有辦法來做後續的一個狀況 那我也請區長到時候再跟我們的受災戶講 讓他們能夠清楚的了解 那我想這個之後 包括軍方 包括區公所 包括我們大地基地這邊 都會馬上來做後續的處理 至於後續編坡整治部分 由於涉及私人土地 蔡世英強調 會配合基隆市政府 共同與地主協調 希望能尋求徹底解決的方法 保障住戶居住安全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基隆大風雨不斷 基隆市議會議員們 依照既定的議會行程 到位在七篤區馬林的寵物銀行 考察 耗資9000萬元左右的寵物銀行 改建工程情況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表示 年底前可以完工啟用 受到颱風及東北季風 共辦影響 基隆大風雨不斷 基隆市議會議員們 在基隆市議會議長 蔡旺蓮帶領下 依照既定的議會行程 由基隆市政府秘書長黃俊毅 和產發處長等人陪同 到位在七篤區馬林地區的寵物銀行 考察 基隆市政府耗資9000萬元左右 改建寵物銀行工程的情況 寵物銀行變成一些棄養的啦 一些流浪狗之類 他們何去何從 他們的這個居住的處所 我們收容的處所 到底現在中央已經給我們將近 包括我們地方配合款 將近1億元喔 這個是算是相當多的一個經費 要做我們就應該把它做得很好 那這個雖然不關民生問題 可是這是我們應該要去尊重 其他生命的一個義務 我們所有的議員非常關心這一塊 所以今天風雨很大 可是我們還是很多議員來參與 今天這個專題考察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長 向議員們報告表示 今年底前可以完工啟用 我們預計在下個月的時候 那工程做一個收尾 帶一個進度 那我們會送死照 那死照通過之後 就會開放來啟用 最有可能是在11月 年底之前 年底之前會開放啟用 不過家裡面也有 飼養毛小孩的議長蔡旺蓮 非常眼尖 就點出來新的寵物銀行 大小犬舍的設計不良問題 就是犬舍空間雖然加大 讓收容在裡面的浪浪更加舒適 但是小型犬最下方欄杆空隙太大 容易讓小型犬一翻身就溜出來 需要改進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受到颱風及東北季風共辦效應影響 基隆市風牆宇宙 襲擊七獨區泰安路造成邊坡滑落貪方 交通一度中斷 受到颱風及東北季風共辦效應影響 基隆市大雨不斷 七獨區泰安路也傳出至少兩處邊坡滑落貪方的災情 交通一度受阻 我們泰安的民眾來通知說 我們這邊土石流探方 最上面最嚴重 還有大石頭還有整個山上的土石都崩落 民眾車子都過不去 希望有關單位已經通報我們這邊的百雲快速所 還有通報我們的氣功所 希望盡快派人來這邊處理 協助處理 基隆市議員蘇仁和特助林坤明表示 經過市政府相關單位搶修 目前大致處理完畢 剩下一處需要再規劃災後復健工程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基隆壽山路市長官邸對面一棵老樹突然斷裂 樹幹傾倒在車道上 幸好當時正在巡邏的東光鎖警車 即時發現先拿鋸子鋸斷樹根 同時通知市府相關單位處理 而原警主動排除事故 也讓基隆市議員呂美玲以及何淑平相當的讚賞 三公尺長的粗大枝幹硬身斷裂 直接橫躺在道路上 巡邏遠景健壯趕緊移至路邊 眼見樹幹擋住一個車道 遠景二話不說 從警車上拿出鋸子 先把枝幹鋸斷讓車道暢通 為什麼車上會有鋸子 不是啊 最近颱風天比較多 這幾天剛好有遇到類似的案件 所以這個車上就準備一次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和東北激風的影響 基隆大雨不斷 壽山路市長官邸對面一棵老樹 17號中午突然斷裂 好在當下沒有砸到車輛 不過斷裂的樹幹就橫躺在車道上 佔據一個車道 正好巡邏的東光鎖遠景趕緊下車排除 他們的動作非常快 因為我們那時候路經過 我們想說為什麼警察還在那邊砍樹啊什麼 啊原來那樹倒下來了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鋸 然後我們說為什麼要趕快鋸 通報不就好了嗎 他說因為怕影響交通 所以呢 他們在通報之前要趕快也一邊通報一邊鋸 然後呢趕快排除路障 我覺得真的是很棒的警察 這幾天這個大雨不斷喔 然後在市長官邸這邊有幾棵路樹傾倒 那也非常感謝齁這個警察來先把這些樹先鋸掉 然後現在我們這個公有管理科有請這個外包廠商來處理 那大概有大概一頓多的這個樹木 那也請這個人跟車輛經過這個地方了之後 請小心慢行 本所原警於17日巡視轄內風災時 於壽山路段見路樹斷裂佔鋸車道 經初步查看所幸未波及人車 因近日風災場域路樹斷裂 所以本所自備鋸子放置在巡邏車上 同仁如魚斷樹可先行排除 並同步通報相關單位接續處理 市長府公園管理科委外的廠商隨後到場 利用電鋸分解交出的質感 收到通知來到現場 那個員警已經有來幫我們 就是先把安全處理就對了 對 還好 然後現在我們就開始要施作 就是把數據全部鎖短 然後飛機路運走 泥沙颱風帶來好大雨 就用陸續傳出的災情 好在這一起陸樹傾倒意外 員警主動積極排除 一個小時內讓交通恢復順暢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 感謝您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